也不是只有女生對男生不滿 其實男生也很多 對女生有不滿的地方 剛才講第一條而已 女生出門都不付錢 錢包只是裝飾零 我甚至還認識有的女生 你有帶錢包 錢包 錢包是什麼 她不知道錢包是什麼 有新人錢包 老新人好辣 這只括生命喔 聽到錢包有字就開始 那是什麼 錢包是什麼 劉總 你跟他講錢包 他比你 你就是錢包 你老婆吧 那是一種恭維 我帶你了 我不能說你是空包袋 比如什麼句句 都像冰錐刺痛我的心 付一頓餐前是有什麼大呼小叫 對啊 沒有 我覺得男人付錢是應該 我們也喜歡做付錢這個動作 只是我覺得現在很多的女生 已經變成習以為常了 他慣性就會覺得男生一定要付這個錢 就沒有尊重的感覺 像我有一次跟一個女生去看電影 那今天的所有的消費 我已經都想好 一定是我出 我都沒有問題 我也心甘情願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對方的態度 我跟那個女生去看電影的時候 我就去排隊買票 他也沒有要陪著你 他就是感覺沒有想要跟你一起出來 那我也覺得OK 我還是會把今天的約會形成走完 也沒問題 只是你會看到你在付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奇怪 他身上連個皮包都沒有帶 他什麼都沒有帶 你知道嗎 念子之父啊 他擺了名就是要吃定你 你知道嗎 那其實我們的感覺就很差 但是我們還是會就是 很大方 很有氣度付完這個錢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是不願意付錢 而是現在的女生太理所當了 可是現在很多女生會把 和我是把手機殼後面發張信用卡 我就直接出門了 我很多現金都不帶的 現在是個科技的社會啊 我懂他這個道理 老公也是 老公心甘情願賺錢都OK 但是你不能沒有一個基本的尊重 因為夫妻生活久了久之 他也會認為理所當然 是 他忘了說其實我們賺錢很辛苦 辛苦 然後吵架之後還會跟我們講什麼 你知道嗎 怎麼樣 你賺錢了不起是不是 這句話是地雷 然後我忍不住說 對 還真了不起 他不是想說還會 其實我們男生付錢 會比較心甘情願在於 好比說像我老婆 他要準備開機構 然後我會覺得說這是可以投資的 所以我們是很願意去付這個錢 若是這段感情或者是戀情 我們投資下去它是沒有回報的話 那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是人才良識 那你投資的是你跟你太太之間的未來 對啦 那是不一樣的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能用這種量化來計算 對 永遠都算不準 對 來 蘿莉塔 我覺得這一題就可以跳回 剛剛前面那個 因為你們的稱 呼應前面 你們就是太愛看外表 你們以外表挑人類也沒辦法 你們今天就是都喜歡打高射砲 然後又要去約一些很漂亮的 對 我跟你講 那些漂亮的女生 他們身邊就是有大概十幾二十個人 都搶著幫他們付錢 所以你們可以幫他們付到錢 其實是榮幸 而且再來女生說真的 如果我今天不喜歡你 我打死不會讓你付錢 一毛都不會讓你付 我跟你講 算甘情結我請你都可以 就拜託你不要再面負我 我是缺你一頓飯吃 所以如果今天女生讓你付錢 其實是在給你機會 特許你 沒有 或者是給你機會 他會希望說身材你付 OK 那下一次我可以找機會再約你說 那下一次我約你 讓我請客好不好 我們其實是在給你機會 所以說 對啊 所以說不要說那個付不付錢 而且剛剛那個撒基尼說 那個女朋友 前女友覺得說你太窮 我跟你講 有時候也不能怪女生 因為社會上真的太多新聞了 就是那種老婆陪著老公 白手起家 老公不要有錢以後 就去外面找嫩媒 你看那你要納豆花見給你們 這還是回到男人不值得信任 還有平坚夫妻百事愛的問題 因為這個生活總是要回歸基本面 人世間99%的事 真的都要靠錢才能解決 剩下1% 要靠更多錢才能解決 所以就對了 不是錢的問題 是很多錢的問題 對啊 這沒辦法事情 小紅你錯事嗎 好啦 我分享一個故事 講到錢包這種東西 之前我有跟一個女生 那時候也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聊了一陣子出去 然後那一整天的行程也是 從早到晚 然後 剛開始可能我們就已經 早上出門去吃好餐 那 這時候吃完飯呢 女生要付錢 欸 我就已經先付了 只是 這次我還沒有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個女生就在找錢包 對 我想說 找錢包還不錯 假忙 這次這樣做 假裝 就拿出來是口號 好 就這樣 到了第二次要付錢 一直在那邊掏半天 然後也想說 中餐 沒有啦 不要 拿了 沒有 我大概 我就說我來掏好了 我就 至少還可以摸到腿對不對 沒有 他就是在那邊一直找 然後想說第二餐 我也付錢了 那他又是在找 我想說奇怪 他包包也沒多大 就差不多這樣 雙拿包 我想說你的錢包是怎樣 為什麼會找不到 我那時候心裡在想 我也沒有 我也就是那時候 有一點疑惑 然後也付完錢 就是找 早餐前 你也不要跟他計較 晚餐那時候 晚餐那時候我還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吃了三千多塊的火鍋 我就故意先叫服人員來買單 只是那個女的就一直搬 我說沒關係 你不用找 我不知道你錢包有沒有帶 可是 就是這樣子我覺得太假掰了 會不會有可能 而且從找假掰到晚 那個本身是個錢包太大 找太多次了 會不會有可能這個樣子 有可能 像哆啦A夢這樣子 對 就是一個 那你就付就好了 他遇到的是還好 那種還願意找的 還要還願意演 對啊 還願意演 但是他名字還要女生出錢嗎 他都已經為你演成這樣了 你就付一下 他也在教訓你 不要去跟女孩子計較炒菜 我的想法是你不用裝 就你乾脆就直接就不要付 我找台灣女兒演 我找台灣女兒來說 我才不演都不演 沒有 對啊 就是說官民任大 就不要付就好啦 我才不是玩的